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聚焦的是 民眾黨立委高鴻安 日前在網路節目上就唱了塔綠班之歌 可能是因為歌詞 就惹怒了綠營的民眾 現在包括他的學歷都被挖出來 就一名旅美的學者叫做翁達瑞 翁達瑞在臉書上就質疑 民眾黨立委高鴻安的學歷 說他的學歷有問題 他說高鴻安有可能 是被這個指導教授除名 甚至還說他明明是學霸 可是可能是冒牌的大數據專家 這篇文章引發關注 因為翁達瑞就在文章中就提到了說 高鴻安的博士主修的是工業工程 而論文主題是品管 所以他就批評高鴻安是冒牌的大數據專家 因為他的博士學位不是資訊工程 儘管有台大的資工碩士 但是他還是痛批說 這是一種扭曲 一種造假 而甚至他還說 高鴻安的臉書 沒有列出大學學歷 他的學歷是從研究所開始 開始在網上來PO 所以代表說 他可能學歷也有問題 甚至他還很武斷的說 他一定不是台大畢業 果然他去查就發現說 高鴻安畢業的是師大資訊教育系 所以他就說 高鴻安這種人就是選擇性的揭露學歷 這也算是一種不老實 但真的如此嗎 高鴻安真的有自稱是學霸嗎 目前網路上的風向呢 其實有分兩邊 我們就要來看同黨立委 蔡比如就質疑了 翁達瑞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真有其人嗎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麼翁是不是應該要站出來 公開露臉 然後跳出來指證 而不是在網路隨便寫篇文章 隨便寫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就變成一個莫須有的假新聞 對此高鴻安的博士指導教授李傑 還特別發表聲明幫高鴻安背書 說高鴻安的博士學位 無庸置疑 我們繼續來看 我覺得網路上面 到底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他怎麼可以隨隨便便的 這樣子的人格毀滅戰 請他出面出來指證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公開透明的 如果他真的他認為他的學歷有問題 請他站出來 而不是在臉書上面隨隨便便的去寫 我覺得對於一個人的侮辱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呢 也應該要用正面去看待他 要打擊這種莫須有的假新聞 vaccinate幾乎 多聞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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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